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听浩浩商商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 今天就继续讲一个我很心爱的题目 就是因为现在在戏院 应该全世界都是上映着 《沙丘Dune》的第2集 某程度上你可以说是达结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不是达结局 我稍后解释给大家听 所以今天叫做 抗世科幻巨著 沙丘传奇 副标题就是香料 圣战优生 到超人境界 我今天主要会集中 其实是那本小说先 因为它由小说改篇大家知道 我下一集我才会讲电影 而且我将新旧两个版本的比较 旧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就是1984年其实已经搬过上银幕 新的当然第1集是2021年 第2集是2024年 但是又是未开始之前 我也是要讲讲 上一集我讲的奇妙的质素 其实也是有些事是错误的 亦要多谢很多网友很有心 他们一看到这些错误就马上留言告诉我 其中一位网友 User ZD9E 他就说 哥德巴哈差上 不是 讲所有的整数 因为我里面讲的所有整数 其实他只是讲一个双数 我们叫做偶数 24680 所有这些大过2的 2就没有了 但是大过2的话 双数 都必然是由两个质素的和 所组成的 可以分拆为两个质素的 这就是哥德巴哈差上了 另外一位网友 叫做 TheJoe CWK 他也提出过 他说 质素究竟有没有尽头呢 这件事 很久以前数学家都已经证明了 没有尽头 基本上是用一个 反正法的方法 这样 好了 最终就说回今天的讲题 很快去 但是 就要从 52年前 讲起 相信大家 很多可能都没有出生 为什么呢 话说当时 有个年轻的小伙子 在读中学五年级 就快 还有真是半年左右 其实就已经是考中学会考的 因为当年 其实香港还是五二三制 五年中学 两年预科 三年大学 就是你年轻的那些 当然没印象 但是读完 五年中学 中五就要考回考 然后决定 你可不可以升读 所谓的预科 中六中七 然后中七才考一个大学入学试 就决定入哪间大学 好了 所以其实两个公开试 都是这么重要的 会考当然很重要 那时候 这个小伙子 刚刚升上中五 没多久 他是一个科幻小说 发烧友来的 经常都去这个大会堂 中环的大会堂 那个成人图书馆 已经是借阅科幻小说 已经不停地借了 但是 竟然他升上中五之后 没多久 在矿着这个成人图书馆 有一天去 竟然在书架上 就发现了 有一本 哇 就是 他 慕名已久的 一个科幻的巨著 就是 DUNE DUNE 就是沙丘的意思 那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 是一个经典的科幻巨猪 但是一直 没找到 竟然那次 在书架上找到 哇 开心得不得了 但是来了 就有一个 很大的思想斗争 为什么呢 因为那本小说 是很厚的 但是 他就 其实应该 就是收拾心情 来去应付这个会考 因为还有几个月就会考 于是他就说 究竟 我借好还是不借好呢 但是那时候 真的矛盾 心情 要不就是 等到考完会考 很久 之后才借来看 到时 找不找得回 因为那时候 这个小伙子也是很蠢的 他不知道在图书馆有 订书服务 你可以跟他说 哪本书 虽然被人借了 但是我可以 别人借完了 可以通知我 但是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有这个服务 但是你也都心急 等不及了 另一个做法就是 不管那么多 先借了 看完然后才 就是收拾心情 专心来去预备 那个会考 大家当然都估到 这个年轻小伙子 是做了什么决定 就是第二个决定 就是 不管那么多 借了再说 是不是 真的 于是 用了 真的两个星期 因为其实两个星期 你可以续借 每次就是两个星期 基本上他都不用续借 两个星期时间 他就一口气就看完 应该是几百页的 我忘记了多少页 因为那本 是精装硬皮的 英文小说 因为我当然看完 他就好像没有了那个风套 所以那本书的硬皮 只是看是黑色的硬皮 可能都是四百多页 一口气看完 很满足 当然精彩绝伦 还了书 然后就专心去考 这个会考 当然 大家也估到 所谓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应该当时是17岁 17岁左右 是谁呢 当然就是本人 就是我 现在是说 1972年 1972年 所发生的事情 这本当然就是 著名的科幻巨著 就是Dune 作者叫做 Frank Herbert 这里有他的照片 他发表了什么时候呢 是1965年发表的 很快就已经得到 非常之高的荣誉 不用说了 这本呢 就是我事后买的 我也在这本 这本呢 就是我是1977年 因为我看的时候 是1972年 已经说过了 但是呢 77年那时候 无意中在书店看到 第一时间就买了 买了这本 所谓的便宜版 立刻忍不住就回看 这个真的是 我一生人 只有两本书 是回看过的 因为我的书从来不回看的 一本呢 就是金融的射雕英雄传 而第二本呢 就是他了 应该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1977年 我在读大学 那我买了之后呢 我就忍不住了 立刻呢 这本呢 谁知道一发不可收拾 就由头看到落尾 就翻看了 所以我看了两次 就是这本 好了 那 还有不特意 因为我发烧到 沉迷到 我将里面的很多人物 或者很多专有名词 我忍不住 就把它翻译成中文 你看看这张 已经发光了 超过50年的这张纸 我保存到今时今日 是吗 上面就是我写了很多 比如这个 Duke Little 里图公爵 The Imperium 大王朝 The Atreides 雅翠迪斯家族 Lady Jessica 即西加夫人 所有这些 伊乌兰公主 我已经全部写了 的中文 其实还有后面的 反转还有 不过我免得拍出来 你说我多发烧了 就在那里保存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想这个也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 这样呢 我就忍不住 我又将他 那些重要的 小说里面的重要的势力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你可以把它分为 八大势力 稍后我会 跟大家逐一分享 分析 但我这里就将它 12345678 写了出来 就是那八大势力 还有下面还将一些 重要概念的名词 自己 消化了之后 将它一个注解 这样的 又是 几十年了 没有五十年都接近的 这张纸 又是保存到现在的 另外还有 但是当然 我和身边的人说 是浪费的 因为 即使我入到大学也好 我和所有的人说 是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 当时 就是说五十多年前 或者五十年前 但是有一次 经历是怎样呢 我1980年的时候 就由太空馆转入天文台 天文台就派我去英国受训 读气象和天气预报 但是我们趁圣诞节 那时候 我和香港来的同事 是一起的 送去英国受训的 就一起去 欧洲玩 趁圣诞 因为那间 我们那间学校 是寄宿学校 它都已经删了 差不多 吃都没得吃 于是我们趁这个机会就去欧洲玩 那就坐船过欧洲了 我很记得那时候 第一次坐 现在都差不多没了 就是巨大的气展船 Hovercraft 就是去的 去那程就是Hovercraft 好像回那程就是普通的船 但是我记得好像回程那时候 坐普通的船 但是仍然一样 是有人 我看到在船上 不断嘔不断嘔 霸着厕所 但是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其中的一个乘客 他是在看小说 而他在看手上的那一本 就是Dune 我真的是 第一次看到有另一个人看Dune 就开心得我不得了 有知己 但是我差点是想跟他一起打招呼 我也看过这本书 但是那时候 始终也是年轻 又比较害羞 当然说年轻 又不是很年轻 那时候都是24、5岁 但是没有进去 也说真的 因为看了一个是男士 可能是美女 我就会鼓起勇气 也不顶 这个就是1980年 圣诞节在英伦海峡上的 一个经历 印在路海上 好了 想说一说 其实Dune这本 《科学院巨著》 常常被人和 亚西莫夫著名的 银河帝国三部曲 又叫做基地家三部曲 双提并论 不用说 真的 两部都是巨著 亚西莫夫那部 还有三卷本 就是Foundation Second Foundation 还有Foundation and Empire 他就很厉害了 他原先是短故事 但是写着写着 就串联起来 后来就将他结集 发单行本 变成三卷 第一个故事 其实是1942年 写的 那时候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一直写下去 后来结集 最后出了这三卷 这三本 三部曲 就是1953年 我都没出世 他出了那时候 好了 但是我幸好 我在大会堂的图书馆 我就是中学二年班 Form 2 被我发现了这个 保密 保护 找到 这个银河帝国三部曲 又是一口气借来看 很快就已经看完了 应该是中二中三 上下 已经是看完了 原版英文 当然 其实我的英文 其实不是那么厉害 但是我正经常都强调 阅读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叫做 兴趣先行 兴趣驱使 英文叫做 interest driven 我最先interest driven 就是天文 我在大会堂 小 这个儿童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 小六 小六中一 已经大看英文书 那些天文的书籍 儿童图书馆的天文书籍 其实很多英文字都不懂 不懂就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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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个兴趣驱动 所以我看了很多 但大致上我也明白 上到中二 我去了成人图书馆 开始看英文 很多英文的科幻小说 所以 银河帝国三部曲 不用说又是我的 至意外 喜欢得不得了 中三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好了 但到了中五 去看Dune 当时说 名气那么大 被人追本那么紧要 有个疑问 究竟他能不能拍得住 阿西莫夫的 基地三部曲 所以看完之后 首先要说一件事 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 你可以说看事 或者是观念上的挑战 先看看 未跟基地三部曲比较之前 两部小说 都是说未来人类 是 的一个政治组织 是一个帝国 这么有趣 是不是 都说银河帝国三部曲 不用说 沙丘其实都是说银河帝国的 于是其实是有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是冲击呢 就是说我小学六年班的时候 最先看 Star Trek 星空奇遇 或者叫星空奇遇记 是不是 我就已经 成为了不生的星空奇遇迷 或者叫Tracky 是不是 但是 Star Trek里面的人类的未来 当然他不是说很遥远的未来 他只是说二百多年左右 是一个完全是 开放 多元 民主 自由 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理性 很开明的 不会说有一个帝国 很明显 不是专制的 是一个很民主的 那个什么 星联 星制联盟 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说 二百年后 人类都已经走上 民主自由的 康庄大道 是吧 你怎么可以说 在遥远的未来 为什么原来 人类又会回到帝国 罗马帝国 是吧 我觉得是很荒谬的 那时候 很小 可能你是在读中二中三 十三四岁 但已经觉得很荒谬 但是没办法 他实际上太好看 所以 荒谬 一方面觉得荒谬 但是一方面都要看 看完之后还要拍案叫绝 但是始终 在一个观念上 对于一个十三四岁 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当然 现在隔了几十年 即五十几年 看上来我都不敢说 我都不敢说 你说我阅历多了 不知多少倍 人生智慧 当然如果你说说科幻界 你看看后面我都有写的 我说Star Trek versus什么 就是Star Wars 其实Star Wars就是说银河帝国 Foundation就是基地 Dune也是 这些全部是说人类未来竟然会 可以说开历史的倒车回头去帝国 但是Star Trek 不是的 究竟 会是谁呢 没人知道 没有人敢说 回到两者的比较 很快聚 基地背后的意念 特别是他的心理史学 和他所建立的Foundation 和Second Foundation 里面还有讲到一个 银河帝国的大帝 我姑且叫他黑天鹅大帝 但其实那时候 当然没有黑天鹅这个观念 四五十年代 黑天鹅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才有人发明这个名词 但是其实意念是一样的 我叫做黑天鹅大帝 简直是精彩绝伦 是无可比拟的 但是另一方面 沙丘的气势磅薄 和他的多姿多彩 和那个细节分层 也都是魅力非凡的 所以就叫各有各精彩 当然你不需要 真的要比较的 两篇都看了 好了 说到 阿西莫夫的基地 其实他自己也不愿言 说他是受到这个很著名的 Edward Gibbon 吉凭的 在西方史学界 就是一个泰山北斗 因为他写过 很多卷本 这里就变成了三大卷本 叫做 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decline of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是很有名的 其实阿西莫夫也说他是受到他的啟發 去创作他的银河帝国衰亡史 但是如果他就这样把银河帝国衰亡 就像是把罗马帝国照搬在遥远的未来 其实这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他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创立了一个 很重要的科幻意念 就是叫做心理史学 就叫做psycho history 就是说 究竟历史是有没有规律 以及历史的发展是可不可以预测的呢 但是这个历史的未来 是不是又是 一个宿命论 订命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呢 我们又 即使他是有规律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改变呢 这些 真是很宏大的观念 就是将他 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绝对不是将吉凭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就这样搬到未来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好了 另外一件事想提一提的就是有趣的 无论是基地 这个系列 或是沙丘这个系列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设 就是说 未来 起码以整个银河系来说 是没有外星人的 例如这里就是 Where are the aliens 是没有的 Star Wars是有的 但是说真的 其实Star Wars 星球大战所谓的那些外星人 都是陪衬的 配角的角色 的地位 大部分主要的主角 帝国 和那些 起义的人 全部都是人类 但是 基地 三部曲 和这个 就直接连那样东西 连陪衬都不要了 他根本全部是没有外星人的 只得人类的 那这个呢 其实你说他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呢 其实是很难说的 某个角度来说 你就可能说 有没有搞错啊 人家所有的科幻小说 都不知道多少已经讲外星人了 你竟然是假设没有外星人 都离谱的 但是其实从很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 其实他们这个假设 又可能 就是可以是无可厚非的 谁知道 可能就是银河里面 最先发展的 高等智慧族类就是我们人类 所以我们已经 把整个银河殖民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很低等的 在恐龙的阶段 最多就是 很古老 就是很古元的阶段 在地球上 首先你明白 它都是很简单的 他们就不会有外星人 主要就是说人类在未来 在一个银河 银河帝国的背景下 所发生的故事 好了 这样就讲一下 究竟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基地 我们叫银河帝国的三部曲 主要就是三本 我也觉得 如果你时间有限 看这三本已经够了 虽然事后 阿西莫夫 因为殉众要求 隔了很久 他就有作一些前转 后转 外转 这样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就觉得 其实可汗可不汗 但是 总共加上来 都不够十部 不够十部 当然另外有一些科幻作家 他当时得到 阿西莫夫的批准 他也作过一些以此为 题材的作品 甚至有一部 和他合着 但是那些又是我觉得可汗 不汗 至于沙丘又如何呢 沙丘 Franc Herbert 他一写 他已经写了六本 他自己执笔 但是他写完第六本 就过身了 但是 他的儿子 叫做Brian Herbert 和另一位作家 Keith Anderson 可能他过身时的儿子也不是很大 但是当儿子长大了 就发觉 这个Dune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于是 他就和这个作家 合作 写了 无数的前转 外转 后转 现在 街上 可能他还在写着 还没停的 是总共二十部 他们写了 就是说 和老爸那六本加上 现在Dune系列 最少是说 在说二十六部 二十六部 那我说了 我都可以引以自豪 因为这二十六部里面 我想我起码都已经看了一半 一半 十几部 首先说一下 刚才Dune Dune也要说一说这一本 这一本 很厉害 大砖头 其实就是trilogy 其实首三本 就将它变成一本 但是 其实封面 已经用了1984年的电影版本 剧照的封面 这个就叫做Dune Trilogy 三部曲 好了 但至于 儿子 所合作写的那些 哇 多了 我买了的 就买了好像这个五本 但是实际上我很多都是在图书馆借的 所以 这里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对了 这个Paul of Dune 这个是House Atreides 阿翠迪斯家族 House Carino 即是皇帝的家族 然后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巴勒特圣战 Jihad 这个 这个就是 Winds of Dune 这样 我这里 起码我的书架也有五本 但是其实我在图书馆借了很多 都看了全部 所以加上 应该十几本都有 当然这个世界上必然有人看完这二十六本 我跟他当然 没得比 但是我相信 在华人的世界来说 大胆地说 我算是看得多 好 这个就是 原作者Frank Herbert 生前所写的那六本 第一本就是Dune 第二本就是Dune Messiah Messiah就是先知 第三本就是Children of Dune 沙丘的儿女 第四本就是 The God Emperor of Dune 这个神的 帝王 God Emperor of Dune 第五本就是Heretics of Dune Heretics就是异端 异端者 的叫做 第六本就是Chapter House Dune Chapter House 这个chapter不是在书里的那些chapter 而是我们有些组织的分会 我叫做分陀 叫做chapter House Dune 这六本我当然全看了 但坦白说 除非大家大把时间也很喜欢 我觉得 其实是 看第一本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真的兴趣多一些 可以看第二第三本 其实尤其那三本 完全是可看可不看的 但你可以这么说 第二第三本其实是要看的 某一程度上 因为你要探讨他的 真是 忠心思想 他所表达的 就是说那个 绝对的权力 你去推翻一个暴政 但是怎样又不会 让自己变为下一个暴君 这件事你知道 权力使人腐脑 这件事 是去到第二第三集 他才发挥出来的 第一集其实可以说是 是一个前转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 但是当然 其实第一集是完整的 是独立完整的一个故事来的 他不需要有第二第三集 那我就不敢肯定 我没有做过研究 究竟是Frank Herbert 他写第一集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想着 写第二第三一路下去 是吧 但我相信可能第四五六那些 他就是因为 修德 所以他就继续延续下去 我怀疑他可能 第二第三集可能是他原先有导师的 后面那些就未必 就是这样 我估计而已 好了 这些就很厉害了 就是说 跟着他的儿子 和另一个作家 合注就多到巴得了 但其实我也觉得 好看的 如果你是不要说要求很高 纯粹是一种 消闲娱乐 你又喜欢科幻的话 其实Brian Herbert 我也觉得是有贡献的 他写下去 也有价值 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不是完全是 用他老爸的名字来赚钱 这样 赚钱得来 对那些读者 也是有交代的 好了 真是到这个沙丘的浅试了 历史背景 厉害的 夸张 他在说 一个叫做 1991年 就是AG AG AFT GILD GILD 大家可能知道 是公会 或者叫做 应该严格来说 行会 不是普通公会 公会叫做Union 行会 就是行业公会 打铁的 就有一个公会 斗木的 就有一个公会 这样就叫做 行业公会 大家如果读过少少欧洲的历史 进入中世纪 其实很多这些行业公会出来了 在历史上 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这个GILD 但是有趣 他这里不是普通的GILD 当然不是打铁斗木 他是说 太空飞行的 领航员 那些驾驶员 叫做 SPACING GILD SPACING GILD 就是说 GILD的成立 标志着人类 真是能够辞职于 星際空间 进行 星際的旅行 真是能够建立 银河帝国 那一刻 就是作为 这个历法的分水嶺 一个就是before 一个就是after 所以 下面我们看到 20世纪是什么 原来20世纪的约莫就是 11200 11,200年前 before GILD before GILD 这个所谓叫做 星祭的 历法 或者紀元 星祭紀元 前 11,200年 而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就是这个星历紀元的 后 就是 10,191年 所以就是说很夸张 这个故事 当然 写用什么 写了不用负责 我说的 Franck Herbert 他说 10万 20万 都行 所以 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入戏院看 无论是 第1集第2集 他承接着 你有个概念 原来他是说 人类 20,000年后的故事 我觉得很夸 我觉得太夸了 他喜欢这么说 你就无谓 说股不要博股 正所谓 不用说到20,000年那么夸 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他在说人类20,000年 但是当时人类 就是 回到一个帝国 不止 还是很像 中世纪 某些人说过 像我们中国 春秋战国时代 有个共主 有个天子 然后有很多诸侯 这样 或者 在西方 就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Foodorism 这个就是Foodor Hierarchy 上面有个King 但是这里更厉害 他叫做Emperor 他叫做大王朝 叫做Imperium 下面就是 The Great Lord 和Lesser Lord 当然这里下面写 有恩将武士 和一些农民 这本小说 就没有说下面那些 最主要的集中 其实就是说 皇帝 和所有这些 诸侯 好了 这里很简单 我刚才也说过 我写过这个所谓 八大势力 八大势力 现在和大家 很快的 解释一下 第一个势力 不用说了 他既然是这个帝国 就有个所谓 大王朝 或者你叫做朝廷 也可以 英文他叫做 Imperium 然后就是那些诸侯 诸侯 叫做兰斯勒 诸虎 或者叫做纵虎 当时我叫做 Houses of Lansford 但是这个Houses of Lansford 里面其中有两个 是最显黑的 这就是家族 一个就是 亚瑞迪斯家族 叫Atlades Atlades 就是成本小说的主角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死敌 我们叫Arch Enemy 就是黑哥伦家族 Hakonens 留意一下 所有这些中文 是我自己 中意译的中文 你看 台湾的小说 评论 或者你如果 在香港看 有中文字幕 那些 一定不同 所以你不要紧 因为个个的译法 都不同 但是因为这些 就是我 以前 十七八岁的时候 译下的 所以我是不会改的 所以我是跟回我十七八岁 那时候的译 就叫做 亚瑞迪斯 黑哥伦家族 是吧 好了 另外一个 就叫做 班尼迪萨利女修会 叫做 Benny Jaserit Sisterhood 一个女修会 另外就是刚才介绍过的 就是那个星际的 纪元 就划分 叫做太空的航会 叫做 Spaceing Guild 就由那些 Space的navigators 就是那些 叫做 navigators 星际的航行员 然后还有一个势力 其实就是一间巨型的跨星企业 不是跨国企业 就叫做chom 所以我也免得译成中文 因为它 是一个简写 你看到 它是chom 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字 不说了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跨星企业 另外一个 第八大势力 其实就是说 沙丘星球上的 原住民 以前叫做土著 现在正确正确 我们倾向 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 就叫做Flaments 就叫废敏人 八大势力 但是这里 不得不提 Franc Herbert 我都可以赞他 我觉得这本Dune里面的很多东西 可以说是科幻史上最厉害的 字元奇说 你知道 科幻 就算是很优秀的科幻也好 其实它里面也有很多 叫做 Self Rationalization 就把它合理化 你看上来的东西 为什么不合理 但是它有办法 我们叫做 死也说回生 完全兜得住 就叫做Self Rationalization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二万年后的世界 怎样呢 人类拥有的超级科技 超级科技 包括什么呢 一个就是 迅时的星際旅行 Instantaneous Telera Travel 这些就是靠 Spacing Guild 里面的 航行员 那些航行员 可以体现的 但是它是一个 都挺神秘的 可以这么说 真的是超级科技 它不是就这样 驾驶太空船 它直接是利用它的念力 这些航行员 用它的念力来进行 这个星際旅行 这些念力要发挥到 就一定要有一种物质 是一种香料 大家知道 这就是整本小说 就是重点 主子 就是那个香料 稍后再说 总之 人类当时已经掌握了所谓 迅时星際旅行的科技 所以整个故事才能说 银河帝国才能成立 第二 就是有限度的反重力 如果大家有看过 他的第二集 说真的 我也是昨天 才一个人立刻去看 在这里的戏院看 记住 我看是没有字幕的 我只听英文的 正如我去年我去看 Barbie 然后看 Openheimer 和大家说 那两部电影都是完全没有字幕的 这次看Dune 逐集都是没有字幕的 但是基本上我当然明白了 你知道我这些是投号fans来的 好了 但是一开场 记不记得 就是那些帝国战士 被废敏人来引来 然后来屠杀 撕杀 但是他们已经是有一些 有限度的反重力装置 为什么叫有限度呢 就是如果 反重力科技那么厉害 为什么电影里面 又要那么多 飞机飞来飞去 那些泡翼机 大家记不记得 那些泡翼机 遲些我会说到这个泡翼机 但是他们是有一定的 Anti-gravity 即是叫Anti-gravity 即是一个科技 但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 第三个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他有一个叫屏障的力场 或者是防护网 金钟罩 但是这个 当然也不是他发明 也不是Franc Herbert发明 其实科幻小说里面 很早已经是假想 Force Feel 这个Force Feel 如果你看Star Wars 或者你看Star Trek 其实都是全部有Force Feel 为什么那些 武器你射我我射你 那些激光炮 光子鱼雷 如何打我 打到那个泡翼船 为什么不是 即时已经烂到 被他 打到散了 原来他因为有个力场 有个罩 当然 如果他真的很厉害 火力很猛 连力场也受不了 最后那个泡翼船 也会受损 甚至 爆炸毁灭 是吧 所以呢 Force Feel 这件事在科幻里面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机关道具报警 其中一个已经很重要了 但是在这本小说Dune里面 亦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是拥有的 记住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 二万年后 你不要骗我 才可以 竟然是 不存在的科技 包括什么 里面 你留意一下 如果看完两套 更加你会明白了 是没有电脑 没有机械人 没有AI 完全 不是吧 为什么 第二 是没有核武的 这个核武 就这么说 要看到第二集 当然你看到是有的 但是这个有 背后的意念是很有趣的 其实他应该这么说是用非法 或者是 冒天下之大不韦 来使用核武 这其实就是这个故事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但是没有核武 或者是更威力强大的武器 我这里说 第三 他是没有基因工程学的 就是人的自在改造 你想想 现在来说 21世纪初 已经有人说 人类 有基因工程学 现在有基因编辑 这个改造 可以令到我们 就算不是长生不死 也可能是大大延长寿命 又医治很多疾病 甚至可以强化我们 甚至可能人可以在水底住 甚至在火星上住 都会改造自己 这样 所以 但是 现在说了二万年后 但是那些人 都是我们今时今日见到的人 是没有这个 所谓 是有所谓的 是有所谓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Franc Herbert 的 自圆奇说之处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 最有趣的 心水清的 就是 不是吧 二万年后的武器 强得不得了 是吧 今时今日 你现在 西方荷里活 受了我们香港的 功夫片影响 很多时候 明明是有枪的 你都弄一些 拳脚 下去 有时 你都觉得很牵强 是吧 因为好看 但是如果你现在说 科幻小说 你说未来 二万年 那些枪 当然 很 厉害的 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格劍 劍击的场面 为什么有那么多刀剑打斗的场面 当然好看 但是不合理 有枪还用劍 但是这里 首先我要说 他的self rationalization 先说了这个 原来跟刚才说的 力场有关 forses feel有关 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 就知道 原来他们有一些 可以很简单 戴在他身上 好像腰带 一按 原来立刻 就可以产生了一个 包住你自己 整个人的 一个防护的力场 这些力场 是完全抵挡得到 子弹的 你用最强的 即是激光也好 你用很强的子弹 甚至 火箭炮 可能整个人弹开都不顶 但是 你普通子弹是打不入的 是被力场可以挡住 化解于模型 但是反而 慢的事物就可以 穿透这个力场 所以 如果一把 很利的剑 但是 当你 最后去刺杀敌人那一刻 是慢的话 快也不行 你太快 力场也会挡住 但是如果你 稍为慢一点 力场反而就会 容许你穿过 那你那个利刃就可以 直 插对方的喉咙 心口 取敌人的性命 所以这里 你看到了 英文就说 The slow blade penetrates The shield 当然这句也是 取决的小说 小说也没这么说 当然 Franck Herbert 他老作 是作出来的 但是他这个老作 就精彩了 他就是容许 在未来人类 掌握了那么多 超能科技底下 仍然可以有刀剑的场面 仍然可以有剑术 高超 这件事 这就叫做自圆其说 Self rationalization 当然 里面 还有很多主角 你知道刚才说过的 Space guilders Space navigators 他只能够 透过这个念力 进行这个信誓的 星際旅行 是因为他要吃了一种香料 这种香料就叫做米芝蘭 差不多米芝莲 米芝蘭 米芝蘭 这种香料 就是很珍贵的 但是 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原来他只是出产在一个星球上 所以这整本小说 这个电影 为什么叫做沙丘呢 因为这个就是星球的名字 其实这个星球有一个正式名字 Erikus Erikus 就是阿勒基斯 阿勒基斯 大部分人都俗称他叫做Dune 就是沙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基本就是一个 沙丘星球 因为他是干旱到巴得了的 星球上 九成九的地方 其实都是沙漠 周围都是沙丘的 所以他又叫做 别名就叫Dune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角 第一集是未出的 现在新版电影 第二集你就看到了 就是那个叫做 沙坠 当然有很多不同中文的译法 其实Worms也叫做个虫字 但是这样叫做沙丛 就不太好听 不太体面 你以为买些沙丛来 就是喂鱼 所以就用一个追字 你知道追字都是文雅的 都是虫的意思 所以就这样叫做沙追 那这些沙丘 真是石大无憑 空悍无比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还有一个秘密 不过就不说了 你看到第二集里面有点 第四 其实这个重要 虽然《香料》 是成本小说 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但是说真的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主题 其实就是一个叫 超人境界的追求 这个超人境界就叫做 Kivas Hederak 这个就是Frank Herbert作的名字 Kivas Hederak 当然这个男主角 正正就是整个故事就是问 他 是不是就是这个超人呢 简单来说 他是不是就是 真命天子呢 是吧 首先介绍 这个就是那个 Spice Melange 是吧 他 有很多功能的 就是延年益寿 可以延长寿命 或者有些回春的能力 但是最重要 他能够使你 有这个念力 当然你是要受过很严格的训练 然后一起加上吃这个香料 你就可以令到 即是那些 Space Navigators 就是能够 接叠时空 就是 to fold space 他叫做 把那个 空间可以接上来 就是来体现 信使的旅行 甚至呢 他也有一定能力 是令你 预知未来的 这个更加厉害了 就是能够 隐隐看到未来的事情发展 的方向是怎样的 所以 这里有一句就是 He who controls the spice controls the universe 所以 香料是很重要的 超人警戒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想想 原来 我的材料 预备也是太多了 我太贪心了 我原本就是想着一讲 但是想想着 没可能的 于是 小说就一讲 电影就一讲 是吧 但是现在看上来 只是小说的那一讲 都要拆开它两讲 因为如果不是 真的太长了 因为我都不想 这节目的 长得太加关了 因为大家生活 这么忙碌 是吧 看过几钟头 我都觉得辛苦 我自己都辛苦 所以 那 暂时 就讲到这里 即使是个小说 也还有小小事 还没讲完 下一集 我就会讲 那本小说 根本整个故事 讲什么 意念是怎样 然后就会讲 电影版 那我就会比较 这个旧版和新版 可能都是 一集都讲不完 那又分多一集 不要紧 好吗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OK 下一集再见 拜拜